出席賴清德 新竹感恩餐會上 柯建民忍不住開酸 因為韓國瑜確定當選立法院長當下 即便民進黨的票還在開 但藍營已經站在議場中央 高喊動算 情緒高昂 被批志得益滿 藍營立院黨團總召傅昆琦 回到家鄉沒多談 但聲明直接反擊 民進黨過去八年 志得益滿目空一切 從來不知道落魄的感覺 離基層太遙遠 為政府院長選舉失利開酸 實在大可不必 只是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後 臉書隨即發文 從沒忘記過四年前 波濤壯闊寄託了多少人的希望 韓國瑜被解讀起心動念 似乎不把立法院長當成 政治路的最終歸宿 外界分析韓國瑜重返制高點 可能派出柯知恩進逐高雄 如果成功就有下一步參選總統的底氣 只是四年前 高雄市長落跑選總統 被罷免後果還立立在目 如今一當選立法院長 韓國瑜又被解讀 巧巧布局南臺灣 院長是沒有法規上的一個罷免 那你選到不好的人 也讓選民可以看到 這以後選票不要亂投 韓國瑜當選市長半年後 就選總統自己終結韓流 這回港長立院龍頭 若對下步輕舉妄動 就怕又被民意後座力反噬 參選王先生徐璇台北裁縫報導